你好 大匠 咱去哪儿 打劫 打劫啊 去哪儿啊 我说打劫 打劫你听不明白吗 打 打劫啊 对 我真的我害怕 你不要伤害我 嘿嘿嘿 去哪儿 撒 不是 我打劫 我这 你没完了是吧 哎 不是 看见喝多了 我真想给你个茶酒 我没喝酒 你喝一喝 跟我这儿 我这儿就疯 赶紧的 去哪儿 我真没喝 我真是打劫啊 行行行 你没喝行吧 我喝多了 哎 我现在要回家睡觉觉了 那咱们去哪儿能睡觉觉呢 是不是得回家 你睡觉在哪儿呢 回家在通州路 啊 你信我是打劫不 信 你这个样儿 一看就是打劫的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你真是安全带 你别走别打 哈哈 大姐 吓死我了 哈哈 我真的是大姐的 好害怕 哈哈 我是你们家楼下的 我是说你们家的孩子 能不能天天别在楼上乱帮了 本来隔离一心 烦天天在楼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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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不好意思啊 你这孩子有点好动 你好动你也帮大碗上的 你不管 我不是这意思你知道吧 就隔离期间 本来大家都很烦呢 天天不让人羞 其实 也能理解 嗯 孩子毕竟憋好多天啊你 对对对 你下午我也得管你啊 好嘞好嘞 啊 你这 其实 孩子活不是好事是不是 我 我改天我送你们两个地坛 啊啊 行行行 这 你这 好好好 哥 你现在缺孩子不 我可以 不不不缺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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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缺我当宠慕一下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走啊 喝酒下 他没有喝呀 年轻嘛 就得潇洒 对酒当歌是潇洒的最佳兔子 他怎么没有找我呀 大家都有女朋友就没有 帮忙呗 行吧 喝什么呀 洗地趴口啊 现在潮人都喝这个 口感纯正不上头 看来今天的嘴打次踢刀了呀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套餐 啊 用我本人呢 五百 然后其他东西你选配一下 各种风可造菜都应 这都是啥呀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学生风一百 再网上呢 还有直吵偶尔风三百 这说打几桶啊 高级商务风 不过我建议你要送三百档以上 不然配不上你这个九个档子 然后这边还有裸装不要钱 单装二百 但是 按照你这个洗地趴口 平身的时尚设计来看呢 这么有排面 你不选择全装能对得起它吗 这也太贵了 我车不能骑吗 不行 我这是按照你拿着酒的档次进行推荐的 出去喝酒嘛 就是潇洒就是放松 不能太想气 你要是强贵就一次用买断呗 怎么买断呀 就领证过户呗 这保验也太贵了 行吧 你就按照刚到来配吧 老板大气 老客户能送个金锈发行不 没问题 走吧 哎 你好 是你喊乌业是吧 我不找乌业 我就只找你 我想请你过来我家吃火锅 啊 吃火锅可以 不喝酒就行 什么锅底啊 鸳鸯锅 鸳鸯锅呀 清香 酱香 不行 姐 你这火锅劲太大了 我吃不了 你也别呀 你看那边 我菜也洗好了 肉也花好了 你吃一口再走呗 菜洗好了 浓香 不了 姐 我不太饿 哎 那你喝口粥再走总行吧 锅里有大米粥 锅里粥 啥时候煮的呀 就 就刚煮的 刚煮的 都发酵了 哎 你好 我是你们家邻居 那个我妈出去了 我没带钥匙 我能来你们家待会儿吗 啊 请进 请进 哦 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嗯 对 你是单身吗 啊 是 啊 太好了 啊 啊 我是说了 我有一个这样乐于助人的邻居 哎呦 你妈 太好了 啊 你要不要给你妈打个电话 问她啥时候回来 我手机没电 关机了 啊 那没事 用我的 好 哎呀 哎呀 我的天呐 这 坏了 太不好意思了 啊 没事 不行 晚上在这吃个饭吧要不 行行 你们家邻居吗 哦 没有 你等会儿 我回去拿 我们家有 哎 哎呃 我回不去了 哈哈哈哈 不行 就订个外卖吧要不 行 我订 哎 哎 我手机没电了 你等会儿 我回去拿出电力去 哈哈哈哈 当停车场有人抢车位时 哎 大哥不是 你怎么停我们车位里了 我们都停半天了 你进去吗 什么你的我的 不都一样吗 啊 什么意思啊 啊 意思是他看上我了 看上我了 想跟我好 想跟我出对象 然后就 不分你我了 你没有停进去 换一个呗 是啊 这是不好停 不好停 你就停外边呗 不是 那不挡人家车了吗 这哪有别人啊 这不咱自己家车吗 不是 刚帅哥可都说了 这不分你我 随便挡哈 不行不行 你挡这一会儿我怎么回家呀 你看 又见外了不是 什么你家我家呀 都是咱家 一会儿开咱车 回咱家 新咱媳妇 抱咱儿子 马来对面不就有个车位吗 你停那去吧 可是我不会停呀 要不是要跟你教教我们 就刚才你一把停一下那块 我哪有空教你 你不教那我们只能停那了呀 男人不能说不行 行行 看好啦 就一把 诶 你站那 你过来停着 妈妈停不着急啊 下一个 下一个 他也没说是啥 他就说是惊喜 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惊喜 你给我等着 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紧身衣 等等我去换给你们看 你不说什么也有病吧 谁让我去穿这个呀 别走开还有彩蛋哦 站住 你怎么每天到点就下巴 到 到点就下巴 那 那不到点就下巴 那不就成早退了吗 不行 我这种事干不出来的 What the fuck 站住 你看看都几点了 怎么拆了公司 不好意思啊老板 你今天路上太堵了 路上堵是我造成的吗 路上堵 肯定不是老板您造成的呀 不是 您怎么会这么问呀 我有怪你吗 喂 老板 你来一趟公司 有事找你 老板 今天是周末 可能会堵车 我可能得晚点到 没事 我等你 大概要多久 大概 大概 就是下周一 早上呢 八点五十九分嘛